撒摩尔记下第十章 亚门人的境内 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 大魏差人来安慰你 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 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轻负这城吗 哈嫩便将大魏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使他们露出下体 打发他们回去 有人告诉大魏 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他们甚觉羞耻 告诉他们说 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涨起再回来 亚门人知道大魏憎恶他们 就打发人去 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 和索巴的亚兰人 步兵二万 与马家王的人一千 驼驼人一万二千 大魏听见了 就拆派约压 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 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索巴与利河的亚兰人 托伯人并马家人 另在郊野摆阵 约压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 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 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 对着亚门人摆阵 约压对亚比塞说 亚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我们都当刚强 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 做大丈夫 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于是约压和跟随他的人 前进攻打亚兰人 亚兰人在约压面前逃跑 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 约压就离开亚门人那里 回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亚兰人就又聚集 哈大底线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 他们到了西兰 哈大底线的将军硕法率领他们 有人告诉大魏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 过约旦河来到西兰 亚兰人迎着大魏摆阵 与他打仗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魏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 四万马兵 又杀了亚兰的将军硕法 属哈大底线的诸王 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 就与以色列人和好 归服他们 于是亚兰人 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谢谢大家